大谷相评的动向被受关注 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日本职棒二刀流国保大谷相评 昨天先发新颖大联盟16对共32人到场观看 标出本系最快球速163公里 证明身手多家日本媒体也在今天证实 大谷相评确定将在今年季后前往美国职棒发展 朝日新闻指出大谷相评要前往美职 得透过美日的入闸制度进行 由于签下大谷相评的球队需向日本火腿提出入闸金竞标 但受限于大联盟的海外球员签约新制 大谷的首份大联盟年金可能无法高于1010万美元 约新台币3亿 根据现行入闸规则竞标金额上限为2000万美元 得标球队将享有4天的独家一约拳 以昨天16球团到场观察的盛况来看 年底的大谷争夺战渴望相当激烈 届时MLB也将吹起一波大谷热潮